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月光曲 二百多年前,德国有个音乐家叫贝多芬 他谱写了许多著名的曲子 其中有一首著名的钢琴曲叫《月光曲》 传说是这样谱成的 有一年秋天,贝多芬去各地旅行演出 来到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镇上 一天夜晚,他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 听到断断续续的钢琴声 从一所茅屋里传出来 弹的正是他的曲子 贝多芬走进茅屋,琴声忽然停了 屋子里有人在谈话 一个姑娘说 这首曲子多难弹啊 我只听别人弹过几遍 总是记不住该怎样弹 要是能听一听贝多芬自己是怎样弹的 那有多好啊 一个男的说 是啊,可是音乐会的入场券太贵了 咱没有太穷 姑娘说 哥哥,你别难过 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贝多芬听到这里,就推开门 轻轻地走了进去 茅屋里点着一只蜡烛 在微弱的烛光下 男的正在做皮鞋 窗前有家旧钢琴 前面坐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 脸很清秀 可是眼睛狭了 皮鞋将看见近来个陌生人 站起来问 先生,您找谁 走错门了吧 贝多芬说 不,我是来弹一首曲子给这位姑娘听的 姑娘连忙站起来让座 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 弹起芒姑娘刚才弹的那首曲子来 芒姑娘听得入了神 一曲完了,她激动地说 弹得多纯熟啊,感情多深啊 您,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 贝多芬没有回答 她问芒姑娘 您爱听吗 我再给您弹一首吧 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 月光照进窗子来 茅屋里的一切好像披上了银纱 显得格外清幽 贝多芬望了望站在她身旁的穷兄妹俩 借着清幽的月光按起琴键来 皮鞋匠静静地听着 她好像面对着大海 月亮正从水天香街的地方升起来 微波淋淋的海面上 煞时间洒满了荧光 月亮越升越高 穿过一缕一缕青沙式的微云 忽然 海面上刮起了大风 卷起了巨浪 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 一个连一个朝着岸边涌过来 皮鞋匠看看妹妹 月光正照在她那田径的脸上 照着她睁得大大的眼睛 她仿佛也看到了 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 在月光照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 兄妹俩被美妙的琴声陶醉了 等他们苏醒过来 贝多芬早已离开了茅屋 她飞奔回客店 花了一夜功夫 把刚才弹的曲子 月光曲记录了下来 祝你 永远 飞